老爷 这 这咱还真挖呀 挖 我一定要弄明白 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爺 老爺 里边 里边没有人 我的这个王八蛋 蒙了我这么多年 他蒙了我这么多年 老爷 你别着急 咱这是好事 小雪没死 而且人又找着了 学八蛋 爸骗我这个王八蛋 就是跑到天涯海角 挖地三尺 给我找回来 我找不了他 来 你别着急啊 来 没死 福泉 真的全让我猜中了 现在我指望不了别人了 只有你能帮我 我就信得着你 这 拿着这个地址 你照这个地址 把人给我找着 来 你把这些钱 都给他 一定把他打发远点 越远越好 记住了没 你快去啊 干嘛呢 太太 这个时间有风险的事啊 我知道 事成之后我亏不了你 去吧 太太 您放心 我这就是你 小心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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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終於收拾了 要結婚 要結婚 你也要走 你也要走 一緒に遥子 見届子 好嗎 謝謝 謝謝 隊長 遥子 謝謝 失礼 怎麼自己不來求我呀 您是知道的 孟家現在戒備森嚴 他哪敢出來找您呢 所以就讓我燒個口信過來 這是他親筆寫的 您 就幫幫他這個忙吧 我去告訴林彩鳳 這個忙我幫了 但願以後我求他幫忙的時候 他也能跟我一樣痛快 來 您放心 我一定帶到 こっちへこい 何人か連れてこいつを 待て 住所は残しておき これはしっかり残せ はい 林彩鳳 林彩鳳 看你如何能 逃出我的手心 快快快 這跑哪兒來了 老子要去猴就好 去猴家公逛窯子是吧 我怕今兒你是去不了了 這這這這 老子逛窯子幹的有什麼關係 你臭辣車 唉唉唉唉唉唉 他罵了我 大血 認得我呀 你可不可以 今兒我要用你的血 祭奠我師父 喝了吧 是 兄弟那這不是我呀 我手底是一混蛋踏開的槍 那也是你下令開的槍槽 哪是我呀 那是我上邊一混蛋踏下的命了 兄弟 我是斷人家飯碗 上邊要插哥們掌換你 你插不插 你說 到底誰告訪我師父 你把刀弄開 我告訴你呀 你吵他們廢話 不說了怎麼宰了你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是冤天 日本人冤天 日本人怎麼知道的 是聽德法洋行裡邊的人說的 是孟來財的德法洋行 孟來財對 孟來財做的 我告訴你 你敢夢我我就宰了你 兄弟 到都頂脖子上了 我能夢你嗎 你找孟來財 孟來財來了嗎 老媽 老媽 我去你 掛刺客呀 這燈楼可以掛上啊 快點 這勺子 明神兒 靈心柔 兒心千里無 怎麼樣 你怎麼不換衣服呀 快換衣服去呀 就算了吧 怎麼能算了呢 我跟你說啊 今兒可是咱們家的大喜日子 你把那個紅旗袍換上 喜慶 你喜慶 跟我幹什麼關係 怎麼沒關係呀 你是孩子她媽呀 老天爺有眼 讓我找回了閨女 那也是你的閨女 你得了吧 一個閨女在家的時候 我已經沒說話的份了 再來個閨女 就成閉嘴了 老爺 二小姐的房間呢 收拾好了 大小姐請您和太太 過去看看呢 走走走 我看什麼看 有什麼可看的呀 咱們家隨便領出點東西 她都沒見過 不能這麼說呀 上回那丫頭 差點把我折騰個半死 我再見她 我心難受 行了行了 她可是個孩子 別跟孩子一般見識 行了你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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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行我媽 走走走走 爸 快來看看這房間怎麼樣 好啊 小燕啊 其實你沒必要把房間讓出來啊 應該的 我是姐姐啊 應該把好房間讓給妹妹的 爸爸那枕頭給我丟了 爸 有點暈 怎麼不暈了呢 累的 幸福的陰 老爺 大小姐 我們幾個啊 敢修點軟斷鞋 小肚兜還有衣服送給二小姐 算是給老爺道喜了 老爺 我們幾個人也湊了個份子 雖然錢不多 但是表示一下心意啊 好好啊 難得你們有這份心意啊 我代表二小姐 謝謝你們了 我是她奶奶的孟來財 原來師父死在她手上啊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不 我說咱們在天津碼頭 那麼多秘密行動 她韩武怎麼都那麼了如指掌啊 原來是她孟來財啊 她既想得了錢 還想滅口啊她 韩武真的這麼說的 上次小芸為了救我進了警察局 孟買班又為了救小芸罷了韩武 看我是不是為了這事故意怎麼說的呀 再說那日本人元田本來就跟她有仇的 燕飛 你要是想去她家當闊小姐 你就直說 我們不攔著你 二媳 但是她要去想認沙丹師父的仇人當爹 她這就叫認賊做父 我沒有 我看你想 你還猜她有什麼呀她 不就有幾個臭錢嗎 有錢的人哪有一個是好東西 他們為了錢什麼缺的時候都幹得出來 那要是韩武現在說的呢 你甭找李游年 她怎麼不說別人的她 她 你想想 這事除了咱不知道還有誰知道 孟來財啊 把咱們做了誰最得脸 還是她孟來財啊 可惜了 我沒有那本事把咱們全滅了 要不然 她孟來財她既保全了自己 又能財貨兩全呢她 我看這事除了是孟來財 沒有別人了 就是她 沒跑 告訴你 燕飛 燕飛 我要是你 我現在就把那孟來財給殺了 為咱師父報仇 你想想 從小到大是誰把你拉扯起來的啊 啊 教了你渾身武藝 恨不得把看家本領全交給你 什麼好吃的好玩的都緊著你 我和大喜眼巴巴巴的看著都不讓我們碰一下 燕飛 你姓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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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姓孟 你不是孟來財的王冒蛋的姑娘 她有什麼權力當爹 她從小就把你賣了 她養了你一天嗎 再說了 她現在還把咱們師父給殺了 我告訴你和燕飛 你要是敢認那狗日子當爹啊 我和二喜從今以後就不認你這個妹妹 二喜別胡說 我說得做得 告訴你 我只認識何燕飛 不認識什麼孟小雪 有錢人家那高真 我也攀不起 可是誰要是想無情無義認錢不認人 認那王八蛋當爹 我告訴你 我就跟她沒完啊 你姓何還沒完 我沒完 怎麼了 那姓孟子到底是不是我親爹還不知道的 要你在這兒埋醉盆飯 那她要是呢 就算是 我也沒說我要認啊 要您廢話 行 二喜 林肥 你這別聽二喜瞎掰 這師父是師父 你是你 這孟來財 是不是出賣咱師父的人 咱還得再查對查對 退一步說 如果她是 那可是你親爹 行 不哭了 不管怎麼說 走到今天也不容易 總算找到親爹了吧 行了 不哭了 打了打了 快點點點 慢點 給我打開打開打開 慢點 好好好 好好好都好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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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呢 我們來了小姐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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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知道你就是小雪啊 小雪快快 你親爹和小雲姐 看著大叫船來接你來了 老大了 雁飛 既然已經來了 好歹出去找個面 對啊 走走走 你怎麼了高興傻了你 快走啊 小雪 阿姨你看那高興的 快快快 你幹啥去啊 我就宰了你狗人等我來猜 我說你有完沒完啊 咱不能光聽喊舞著 萬一有個插錯怎麼辦 那她要是殺害夕似乎的兇手呢 哪一等雁飛過了今天 你坐那兒去 過去 小雪 雪兒啊 別來接你啊 別接你回家 快 雪兒啊 我的雪兒啊 你站住 雪兒啊 你是我的親閨女啊 我的親閨女啊 小雪快快快快 把布勞火和銅銜給你妹妹看 小雪 我知道你不相信 可是你看這個還有這個 你看 你知道嗎 這是咱媽 咱親媽 在零終前 給我們兩個人做的 不覺得就像我們兩個嗎 今天終於可以團聚了 你看呢 小雪快叫爸 快叫爸啊 叫啊 叫啊 小雪 快叫我 二十四 叫什麼爸 我沒爸 我爹已經讓人給害死了 小雪 爸是來接你回家的 他今次來接你回家 小雪兒啊 小雪兒啊 我真的是你爸爸 親爸爸呀 小飛刀 快快快 把下面給我閨女 還有咱兩個師兄 二十四 你別話說了給幾百年 我們不稀罕 這是幹嘛呀 不是還好好的嗎 怎麼說翻臉就翻臉呢 我爹是讓人給害死的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啊 何大叔的死我和我爸都特別難受 他是爸的好朋友 又養育你那麼多年 那你還恩將仇保 你良心是像狗吃了嗎 小雪兒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這話什麼意思啊 你自己做的事 你自己心裡明白 你怎麼打 今天我是來接閨女的 我不是來打架的呀 打就打 你不就有幾個臭錢嗎 我還怕你們臭 打不了 咱一邊幾面 你幹什麼 二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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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看著嗎 是他自己不想去 不是我 我看得見 一邊搭著去 大汐啊 大汐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跟叔叔講清楚 汪先生 既然事情已經這樣了 我就不藏著掖著了 我們剛知道 我師父是被人出賣的 你們不會懷疑是我幹的嗎 沒錯 寒武說 就是你夢買辦 寒武這個小兔崽的話 你們也信哪 冯姐這個事 這事除了我們之根之底 就是你們來猜 這事就是你沒跑 我的媽媽 我今天就宰了你 我給你 別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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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吵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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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殺了我 你吵著 別吵不吵 快點 別吵不吵 快點 別吵不吵 二叔 大叔 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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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叔 他说 不生气 他说 不生气 太太回来了 老爷和小姐呢 太太 饭都备好了 那个 太太 我去接老爷和小姐了 太太 饭都备好了 到了 我让你把饭到了 到了 快去 莫叔 喝口水吧 大叔啊 别上火了啊 可能这里面有些岔头 至少你还知道小雪还活着不是 卫雅 莱财 你以前吃的苦啊 我们也都知道 这何大把食啊 把孩子养这么大也不容易 是不是 是 把食不在了 孩子们呢 一时听信了别人的谣言 转不过弯来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是不是 老姐们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呀 我一直认为这个孩子死了 他要是当初在我身边没了嘛 我还没那么难受 你想到他一直在我的身边 我却不知道今天见了这个孩子 他 他却不是我这个爹 大叔 你别难过了啊 等稍稍平静些 我们跟你一块儿去说说 对对对 我们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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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注意点身子骨 想开点 老姐们们 我倒是想想开点 可是我这心里 何大把食的这个疙瘩不解开 这小雪就不会认我这个爹 你说这孩子这么多年了 受了多少苦 遭了多少罪 你说我怎么就信了 当年卖这个孩子这个混蛋 老姐们们啊 你们说我孟雷才干了什么上天害理的事 老天爷怎么整我呀 话不能这么说 雷才 你是什么样的人 咱老街坊知道 你知道吗 是啊 你们都知道 是啊 怎么会这样呢 韩武的话你们也信 说的也是 说的也是 可是我爸怎么解释得清楚 你都没有看到 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我爸痛苦的样子 所以才来找你的 韩秋哥 不喝不喝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杨队 是 这个最后 是 有点 杨队 我们聊去 你不要走 看起来 你那两个人 就在那边 我叫她 我嘞 我叫她 我也是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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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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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我心里不顺 师父死得不明不白的 我心里也难受 可咱总得把事情弄清楚啊 还不够清楚吗 你来了正好 省得我去找你了 老师 老师 你要干什么老师 你干什么老师 刚才你俩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儿媳啊 我知道你现在怀疑我恨我 我真不知道该跟你们说什么 不过这件事情你们放心 我会查个水乐石出 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这会儿来 就是想看看我的小雪 她叫横叶飞 行了 儿媳 先出去 我叫你给我出去 出去 叶飞 你要是还姓何 你要拿枪崩了她 行了 出去 雪儿 雪儿 我叫何燕飞 雪儿啊 我是你的爸爸呀 亲爸爸呀 你怎么能拿枪这么指着我呢 是 当初爸爸卖你 是没有法子呀 我一直很难受啊 我也一直在找你呀 后来他们跟我说 说你死 难受了我好一阵子 前来让他们跟我做 说你还活着 爸爸高兴的呀 高兴的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 爸爸高兴的 连我姓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今天爸爸就站在你的面前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的爸爸呢 我不要听这些 我问你一句话 我爹到底是不是你害死的 不是 绝对不是 你撒谎 要不是你说的 韩武怎么会知道江湖的地点 要不是你说的 韩武为什么会说是你 孩子 你爸爸也是一肚子苦水啊 如果别人想杀我 我可能会去狡辩 可你是我的亲闺女啊 你要想杀我 我 我是无话可说 报应啊 这就是报应啊 爸爸 爸爸孩子 爸爸 爸爸 给你擦擦枪 把枪擦干净了 你得送爸爸干干净净的上路 别动 你不用说这些 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为我爹报仇 好吧 好吧 结了何他把事 我告诉他 另外 我要写下何大博士 把我的闺女 养得这么大 这么有传心 这么张 爸爸今天很高兴啊 我的闺女能亲自送我 送我上路 爸爸真的很高兴啊 在我临死之前 我该知道我的女儿活着 还活着 来吧 怎么了 扣开了不就好 大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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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飞呢 怎么样 您爸在里头呢 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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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没事吧 干嘛呢你 叶飞 你先把情放下 听话 叶飞 叶飞 你知不知道 这么多年 孟叔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你 你好好想一想 何叔叔的词肯定没这么简单 你怎么能听韩武那个话 爸已经吃了太多年的苦了 你不能再这样对他了 你干嘛呢 雪儿 我知道何他爸是对你恩重如山 可你别忘了呀 他也是爸爸的恩人哪 我怎么能恩将仇报啊 我和你是一样的 恨不得现在就把那个泄密的王八蛋给撕成碎片 不过你放心 爹就是有一口气 我就是挖第三尺 也要把这个王八蛋给挖出来 要是找不到 你怎么处置我都行啊 可是现在 你想杀了爹 爹总得死个明白吧 叶飞 听喝的 把想法给我 把想法给我 好 你们走 我们回家吧 走啊 走 叔 你先让他冷静冷静 先回去吧 先回去吧 回去吧 好好好 先回去 小心 有食堂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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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你来了这个家 把这个家弄得鸡飞狗跳 鸡犬不宁 什么呢 老爷 当年买小雪那个人 现在有消息了没有 还没有 给我查 挖地三尺给我查 我孟来财就是倾家荡产 也得给我查出来 二十年了 他骗了我二十年了 这事要是让我查出来 我就把他剁成肉酱 孟来财 恭喜恭喜恭喜 有了一件事来得完了 我是特地来给你倒戏 你倒个球啊你 我问你 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 好 很好 何大把事死了 你为什么要告我的命 你在说什么 我不动 我是说南边 码头的事 怎么可能 那些事情你根本没有跟我说清楚啊 要是我搞的谜 你还能活着吗 我还能有什么好的下场啊 爸 爸 爸 你亲手 你别这样 韩叔叔 对不起啊 我们家有点事 我爸他有点激动 韩先生 对不起啊 我妈给你倒杯茶压压经 可什么可 站住了 我再重申一遍啊 从今往后 谁要是对不起我孟来财 我就更新兵们 吃我的 喝我的 不感激我也就算了 还跟我作对 啊 居然背后给我使刀子下半子 勾结我的死罪头原田 泄露我们洋行的秘密 别以为你做的神不知鬼不觉的 我知道 这个人就站在你们中间 直实物者 你来找我 我算你是个汉子 我放你一条生路 要是敢跑 我挖第三尺 也要把你挖出来 我孟来才是谁啊 那么多人想扳倒我 不也没扳倒吗 老张 把最近洋行的人在哪儿 干了什么 原原本本地向我汇报 我让我家庭团聚 我让他断子绝孙 福娟儿 你跟我说实话 这个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太太 我跟了您这么多年 我的委任您还不清楚吗 再说了日本人那边 我也说不上话呀 福娟儿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你不要骗我 咱俩现在处境 一模一样 孟来才现在疯了一样 在查这件事情 如果他要查出来谁干的 他非宰了他不可 太太 我跟您说的都是实话 我没有骗过您 好 我相信你 但是你记住 以后做事情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 您放心 你先走了 您先走吧 您先走了 您先走 您先走了 您先走了 您 妈 你别哭了 你哭快了身子 我怎么办 小云哪 我的小雪 她肯定没住过这样的房子呀 妈 你放心 她一定能住上的 等她回来 我们十倍 百倍 千倍 万倍地对她好 她怎么能不认过这个亲爹 我也没有想到 他们听了韩武的话就翻脸不认人了 不愿他们呢 何大霸是死得那么惨 他们心里肯定是难受 你要怨就怨韩武这个王八蛋 我饶不了他 叔叔 你放心 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成 这件事情早晚都会弄清楚 我真的没想到 我的亲生闺女 他不认我这个爹 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爸 我知道 小雪一定回来 一定会回来的啊 爸现在一定会回来的 别难受 我老大 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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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奔头啊 我问你啊 平日里 老爷对你怎么样 老爷对奔头恩重如山 奔头心里都记着呢 都记着 那你干嘛要干对不起我的事 老爷 我 我没做对不起您的事啊 我问你 你老是告诉我 我卖军火给何大把事的事 你告诉谁了 我 我谁也没告诉我 谁也没告诉我 原田和韩武是怎么知道的 奔头啊 老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有什么事 招了比不招枪 早招比晚招枪 老爷 我就是那天去了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在那的 而且我要是想输我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 也没有机会 老爷 小奔头从小就跟着您 我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吗 您要是不相信我 我 老爷 你要干什么 你看看 小奔头身上的血到底是黑的还是红的 他 好 没说就好 没说就好 你看我干嘛呀 我 我就奇了怪了 是谁把我卖给何大把事军火的这件事说出去的 听你这话你是怀疑我是吧 亏了你没告诉我这件事 要不我还抖露不干净了我 你 林彩芳 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吗 什么意思你 合着你憋着往我脑袋上栽赃陷害是吧 我们老戏词里有一句话 你要心里琢磨谁像贼 你怎么看他怎么像贼 你觉得我是贼是吧 林彩芳 是韩武告诉我的 说是原田这个王八蛋告诉他的消息 如果这个话是真的的话你想 是谁给原田提供的情报 谁爱给谁给 反正我没给 林彩芳 在咱们这个家 包括洋行 平日只有你跟原田有来往 你不说 别人可没机会说这件事 孟莱彩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这么脏心烂肺了 我林彩芳也是这么大人了 什么事掉脑袋我还分不清楚吗 我能出去随便说吗 再说了 平时是谁呀 成天让我到原田那东打听西打听的 这一出事好了 你都抖了干净了都靠我一人脑袋上了 反正啊 查不出真凶 你就一天免不了被嫌疑 好啊 咱俩现在就去 找原田去 看看原田怎么说 原田要是指证我 要杀要挂随你辩 我自个抹脖子都行 但我告诉你 如果原田要说出第二个人来 蒙来财 你今后就没好日子过了你 我跟你过了二十年 我连这家新人我都没换回来我 我活得了吗我 这家我还待得了吗我 我不活了我 好了好了 我也没说是你呀 好好好不是你不是你行了吧 孟来财 你这两天脑子坏了是不是 你发什么神经病啊你 我见你孟家这么多年了 你什么时候现在这样一样怪气的跟我说过话呀你 你神经了吧你 我也是着急呀 这何家班指着我的鼻子说 是我出卖的何大把事 一天不摘掉这个脏帽子 我那个小雪一天就进不了这个家门 如果她是你的亲生闺女 你会怎么做 我 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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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怎么做